Sera Poto Poto 你好嗎? 是嗎? 是嗎? 他是我的朋友叫做Mahi 你知道我們現在在幹嘛嗎? 我們現在在他家做甜點 你會做什麼? 我會做Creme Bolo 好棒喔 他現在教我們做的是 烤蘋果脆片 就是你把蘋果削一削 像我們一樣把它去皮 去皮之後你就放在烤膜裡面 隨便你怎麼擺 你看他擺得很漂亮 然後我擺得很臭 忘了 然後... 是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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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可以嗎? 還好 你看這比較漂亮 他說我這比較漂亮 OK 那我結束了 好 好 這個結束啊 好 我不要吃 我們現在它上面啊有那個 這個叫做那個脆片 那個脆片呢是從麵粉 奶油還有糖混在一起的 你們應該沒做過 所以我們家麻糬呢 要特別做給你們看 我來 好 我們先放麵粉 然後糖 什麼? 什麼? 法國人很愛乾淨啊 就是只要做東西做一做 要換食材的時候一定要洗手 你看他真的很愛乾淨 他說啊 他家裡啊 上次我跟製作人來找他的時候啊 我問他說你很愛整理家裡 他說對 然後我就說 那你老公跟小孩不會把家裡弄髒嗎 他說會啊 如果老公東西叫他收好他不收 窗戶打開丟出去 讚 超讚 會 這把手啊 那是不舒服 OK 然後奶油 奶油讓它融化一些些 然後倒進去 你怎麼會這樣嗎? 我怎麼會這樣 拿去黑了 然後你就把它 揉一揉 攪一攪 你怎麼會這樣 看這很簡單 法國人常做這種碎片 然後做一堆 然後放在家裡 你需要的時候你就切一些出來 然後放在你要的甜甜上面 然後進去烤 好 那他已經做好了 真快 你看是不是很快啊 那是法國人很愛聊天 沒有八卦 我跟他說 上次我們製作團隊跟我啊 經過那個很愛講話的阿嬤家 結果阿嬤就衝出來 把我們七八個人全部叫住 跟我們聊天聊了三十分鐘 還帶我們去參觀他家 然後我們去他家 發現他的那個酒窖啊 小倉庫裡面都是食物 我就說 他居然 我就說那邊是小商店 結果我跟麻痺講說 阿嬤說那個法國人啊 就是很愛吃有沒有 所以家裡隨時要有食物 我說對對對 我們就是很愛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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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來吧 180度 麻痺說180度 180度 180度 預熱十分鐘 烤十分鐘就好了 很快對不對 十分鐘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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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